三星鄉所謂的徹底解決 長久以來鄉內道路路名牌不全 造成用路民眾不便 以及消防救護的困擾 110年度編列的經費70萬元 啟動鄉內各村道路名牌的調查 以及規劃案 針對三星鄉所有的入口 執行全面的清查以及規劃 而之後再針對所有欠缺 路名牌的道路 全面來進行整體設置改善 三星鄉應該是 影響平地鄉民眾最看的行政 路名的路標 結果是三星鄉回家的困擾 我之前經過很多方面的討論 我們在181年 變成70幾萬的經費 來做好全鄉的調查和經理 在9年多 我們又變成730幾萬 來將經過全三星鄉路名牌 做一次一次到位 三星鄉路名牌整建工程 總經費為738萬多元 在今年的2月25號開工 8月8號竣工 全鄉共增設了1338組 5110面的路名牌 讓民眾更容易在廣闊的田野當中 找尋到當路 也有力提升消防救護的效率 以及三星鄉的觀光旅遊推展 最重要的就是三星要推動觀光的過程 路名牌是最基礎 更加重要的就是我們長期來 我們很多鄉親在歡迎 在消防車、救護車、救護、救災的部分 我們經常都會倒路沒底垂 這個困擾 長年來幾乎很多人會想到中市 所以我們這次 在這次把全三星的導標一次到位 做一次都整理得好 我們通常識到千幾個新的導標柱 花了五百幾個 五千幾個導標的名號號牌 所以我們在今年已經整個完整 所以未來三星除了救災、救護、消防 更好來找路以外 在未來要三星發展觀光的過程 我們也可以說是友善的道路指標都完成 鄉長表示公所隊營造三星鄉 成為一個大型公園的施政願景 將持續積極辦理 推動基層工程建設 帶動地方繁榮發展 打造三星鄉成為一個優質宜居的友善城市 造福廣大鄉親 宜蘭新聞記者石世銘採訪報導